大家好,我是谢涛 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鲁肃对关羽的态度太谦和了 以至于孙权都忍不住了 于是写信问鲁肃 就你这样对付关羽,可行吗? 鲁肃看了,回了封信,说 只要是江东帝王之夜兴起 自然会把关羽赶走 这话说得对吗? 对,也不对 问题是,你不把关羽赶走 江东的帝王之夜如何兴起啊? 所以孙权对鲁肃的回答是相当不满意的 后来他对陆迅说 啊,那时候我也原谅了子敬 丝毫没有责怪他 我知道他是没有办法对付关羽的 对,没错 鲁肃是大好人 力求保持和平 属于歌派 但他处的时代 却是鹰派的时代 这是鲁肃的悲剧呢? 亦或是当时时代的悲剧呢? 行吧,既然你鲁肃这么磨叽 那我也就不靠你了 孙权决定用自己的方式 解决自己和刘备之间的矛盾 其实早一年 二一四年 刘备拿下一周以后 这孙权就害病了 这种病就叫红眼病 我们也说了 在孙权眼里 亦周原本就应该姓孙的 而不是姓刘 他牢牢的刘玄德 欺上瞒下 用耍诈的手段 轻而易举夺得亦周之地 着实可恶啊 为什么和刘玄德打交道 受伤的总是我呀 不能让他一个人 把好事占尽了 非要把损失给捞回来 哼,加倍地捞回来 当然这个时候 让精明的刘玄德 把易周让出来 是不可能的 但是有个地方 还是可以打打主意的 当初你刘大耳朵 不是厚着脸皮 向我们借了荆州吗 现在是到 连本带立算账的时候了 那那那 刘备,我给你算算啊 当初你在易周成了爆发户 还觉得地皮不够 容不下他的力量 向我孙众谋 借了几个郡 虽然当时周公锦是反对的 但是我不是依然满足了 你的要求吗 现在易周你都得到了 那里的地皮这么大 那原来那块地 你该还了吗 是不是啊 这笔账 小孩都能算得出来 借债还钱 借地盘还土地 天经地义嘛 于是公元215年5月 正当曹操在汉中和张鲁 他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 孙权派了诸葛锦去成都 出了趟差 客客气气地 要求刘备退出荆州 当初将军 您说没地方安身 现在已得易周 该把荆州还给我家了吧 《真谷刑》 我就把荆州完完整整 连本带立的 还给你们 如何啊 这一句话 在史料当中 刘备是这么说的 五方图两州 两州定 乃尽以荆州相遇 前台词很简单了 诸葛锦 你来我们成都 就吃好 玩好 逍遥几天 你就先回去吧 荆州这事 我们研究研究再说 对于这一件 让刘备还贷的事情 三国演绎 还是蛮精彩的 说诸葛亮 直到孙权 把自己老哥给派过来了 就是想让他 对自己这个当地的 施加影响 让孔明看在兄弟的份上 不要从中做梗 然后 戏来的高潮 那个被打造成为 天下第一心态软的 刘璇德 看见诸葛锦 一把鼻涕 一把泪 于是 心肠就开始难受了 就会干脆利落地 答应了 哪知道啊 孙权这个小阴谋 在孔明那儿 基本属于幼儿园级别的 最后诸葛亮 把他老哥狠狠地玩了一把 闹得诸葛锦 白白跑了一趟 什么收获都没有 罗老师 为了让孔明的智商 显得更高一些 让他哥 也被耍了一刀 如此一来 孔明智商的含金量 就大大提高了 直接就变成脑白金了 当然 副作用就是 诸葛孔明的人品含金量 却大大的跌了一把 形象受损了 但其实 拒绝诸葛锦的事 和孔明无关 完全是刘备自己干出来的 而且这个诸葛锦 智商不比他低 要低多少 否则 在东吴那儿 他怎么可能获得 这么高的地位呢 这次初始一周 他倒是确实见过弟弟的 但据史书记载 兄弟两人见面 只谈个人感情 半点不涉及 两个集团的事 好了 诸葛锦被刘备 蜿蜒拒绝了 刘备的话 说的是很客气 但实际上 谁都知道 刘备啥时候 那么大方国 三岁小孩都知道 让刘备 用这种方式来还荆州 那是天方夜谭 刘备 是很会编故事的 孙权 已经上过一回当了 第二次 让他当傻帽 不容易吧 借了东西 想赖账 还花言巧语 搞欺诈 着实可恶 骗子 无耻 加卑鄙 听到诸葛锦的回报以后 孙权 只用一个字 就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呸 刘备对东吴方面的回应 不管是谁听到 都知道 这是实实在在的废话 以前 刘备说 拿下一周以后 就把荆州奉还 现在 一周拿下了 又说 要拿下梁州以后 那 估计拿下梁州以后 又会说 拿下北方以后再还了 孙权 怎么可能继续被忽悠下去吗 看来 要想刘备先生自动还账 那是不可能的 既然是这样 那就自己动手 风一足十 好你个大耳贼啊 不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还真当老子 是一只任人宰割的乳哥 三天不打 上方接网 我就让你看看 我东吴水军的厉害 盛怒之下的孙权 马上调出自己的鹰派代表人物 吕蒙出场 让他都帅 仙于丹 徐忠 孙龟等大将 率领两万大军 直取 长沙 零零 贵阳三郡 同时 把鲁宿 调离路口 亲自助手 鲁子敬啊 鲁子敬 你在路口不行 那 你就来看看我行不行咯 这就说明 多多少少 孙权对鲁肃 是有点失望了 这一下 只是让他做侧应工作 命令他捅兵万人 囤住在巴丘 以防关羽的进攻 孙权的预测 也是对的 因为后果是不难想象的嘛 这三个郡 是刘备千辛万苦 拿下的地盘 不是问你孙权借来的 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所以你派几个人 随随便便的 跑过来想当家做主 怎么可能答应嘛 关羽当然是不会欢迎的啦 于是乎 关羽 黑着个脸 带上人 第一时间 把孙权派往三郡的官员 通通给赶走了 那些个家伙 还不知道 新单位的办公条件如何 就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了 消息传回来以后 孙权的火就更大了 既然和平手段已起不了作用了 那我就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吕蒙不是已经出发了吗 现在他的军队可以派上用场了 要说吕蒙嘛 在处理刘备的问题上 历来是和当年的周公锦周瑜 是保持高度一致的 早就认定 刘备就是一个不可长期合作的主 这一次受命去占领三郡 部队带的是很齐整的 虽然此刻的安盟 看上去是很好战的 但实际上 他还是讲策略的 他明白 现在大家的主要敌人 还是曹操 曹操没完蛋之前 两家随便翻脸 对大局不利 所以 长沙 陵陵 贵阳三郡 是要拿下 但最好不要发生 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如果可以和平解决 那就再理想不过了 于是 大军还在路上呢 吕蒙先给那三郡 发去了传单 说大军即将开刀 请务必不要顽抗到底 必须看清方向 急躁投降 死扛到底 后果会相当严重的 哎 你要说 长沙 贵阳两个郡啊 还是非常听话的 接到红头文件 立刻就响了 史书说 长沙 贵阳 接望风归服 那真是一点力气都不费啊 就剩下一个灵灵郡了 灵灵郡的太守 叫豪普 意志比较坚定 硬着头皮死守着 坚决不当投降太守 消息传到益州 刘备一看 哼 孙权这小子 动真格 弯出火来了 这时候还能坐得住吗 于是 他亲自赶了回来 到荆州的公安 坐镇指挥 还派了关羽去收复三郡的师弟 孙权这个时候 已经进驻路口了 听说刘备也动手了 他黑黑一笑 哼哼 要不回来的东西 只能强制执行了 这一下 大家算是撕破脸了 什么盟友不盟友的 从这一刻开始 你我之间 就是你死我活的敌人 路口 这个地方呢 就在今天 湖北的嘉瑜县 有一种说法就是 其实赤壁之战 真正发生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的 当然 这是有争议的 我们不是考古专家 在这儿就不做讨论了 但可以想象 这个地点 离刘备有多近 直接就怼到家门口了 而且孙权充分考虑到 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还专门给吕蒙写了一封信 让他火速向鲁肃这边靠拢 加急鸡毛信上 写得很清楚了 阿蒙啊 赶紧带部队回来 和鲁肃一起 和关于PK 可是 零零那边 还没有拿下呢 你就让鲁肃赶回来 这个不就是放过玲玲了吗 孙权现在也理不了那么多了 不管了不管了 先过来 支援易阳这边啊 所以 他信中写得很急 说 施舍玲玲 急还住宿 就是说 阿蒙啊 玲玲那儿不要了 回来 先帮鲁肃 打关于吧 按说 吕蒙得到孙权的来信以后啊 就应该老老实实的 执行老大的命令 紧急集合 急行军回去 完成孙权部署的新任务 可吕蒙偏偏没有这么做 他不肯过来 读完孙权的来信以后 悄悄地收起来了 不对大家说 吕蒙不是怕死 不是不肯过来增援 而是 他心里放不下玲玲郡呢 他打算 拿下玲玲再走 但问题是 玲玲现在还在豪谱手里呢 虽说 吕蒙打仗水平是很高 但是 他打的仗 基本上都是玩炸的 而且 玩诡计 玩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但是 这不是贬义 历史告诉我们了 只要开打了 就不存在什么阳谋阴谋的 兵书有说 兵者鬼道也 战场上不贪 不阴 这仗啊 其实真的没得打的 收到孙权来信的当天晚上 到了后半夜 吕蒙下令自己的部队集结 并且进行了战斗部署 给各路人马 分配了战斗任务 当然 这个任务不是拼命跑回去和关羽作战 而是 天亮失分 拿下玲玲 来到佛小失分 吕蒙带着部队 向玲玲发起进攻了 进攻之前 他先找到了豪谱的老朋友 邓玄之 他对邓玄之说了 你啊 去见一见那个好太守 就对他说 你啊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 能够死守到现在 很不容易了 但是 之所以坚守下去 是因为他 消息不灵通 啊 根本不知道 外面的情况有多糟糕嘛 现在 刘备在汉中那儿 正被夏侯渊包围得死死的 前景十分不乐观 关羽在南郡那儿 我们家主公也在全力对付他 根本抽不出人手来增援灵灵郡啊 刘备现在是首尾不能相顾 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 分分钟有死掉的可能啊 哪还可能有精力分神来救你啊 你啊 还是赶紧投降吧 如果东吴全力攻城 你就只剩下牺牲这个下场了 但问题是 这种牺牲 实在是不够光荣啊 说到最后 绿蒙还捕刀了一句 哎呀 拿下灵灵 是分分钟的事 如果一旦破城 不小心 误伤了好太守 百岁的老母亲 这岂不遗憾 可惜啊 邓玄之听了 一流烟的 跑到城里 把这话 原文照序几乎一字不漏 向豪浦复述了一遍 豪浦虽然是很有忠心 但看起来 确实吃了一个亏 就是城里消息 不太灵通 看见老朋友 带来了最新的情报 一想 真的给唬住了 刘老大 还有关二哥 都自身难保了 自己是为谁作战呢 啊 没意义了 这都 豪博一点没有想过 这个老朋友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拜托 他从城外来的 城外都是东吴的军队呀 这话说的 到底有多少诚信度啊 而且老实说 有的时候 最不可信的 就是你觉得 可以托付终身的老朋友啊 可惜 豪浦这个时候 已经慌了手脚 脑子完全泡水里了 一听这话 以为刘备的事业 算是彻底玩完了 于是 也没多犹豫 很快 就答应了 自己老朋友的劝说 表示 愿意投降 林林郡就这样 一夜之间 落到了吕蒙的手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